老房子又开始吃香了 中央已经明确定调了 2024年起 这两类人将从中受益 大家好 我是安哥 前几天在某平台刷到一位拆迁的朋友 位置显示是在上海那边 但具体在哪位置还是不太清楚 从评论区得知 就是和他一起拆迁的不在少数 赔偿款都在1500万网上 真是羡煞旁人 同样是老旧小区 同样是破败不堪的房子 别人赔偿1000多万 那是普通人一辈子都挣不到的 而有的小区则是一文不值 别说拆迁就是旧改 也是需要反复研究的 不得不说 投胎还真是一个技术活 今年高层释放了两个信号 一就是对超大特大城市 推进城中村一个改造 也就是说大城市还有可能拆迁 二是旧改为主 拆迁为府 其他城市能旧改的就旧改 这次旧改跟以往是大不相同的 首先旧改不再仅限于 什么加装电梯和粉刷一个外墙 这些都是面子工程 显然想让老旧小区焕然一新 就要从量上往质的方面进行一个转变 比如说增加停车位 提高绿化率 新建老年活动场所 更改那些管道了电线等等 其次就是政府参与度的一个提高 最具代表的就是加装电梯了 以前是需要整栋楼三分之二的业主 同意才能够加装 但是在加装的过程当中 肯定会受到一楼二楼的一个阻挠 这样就达不到三分之二的一个要求了 所以说加装电梯效率非常低 因此政府介入引导之后就大大提高了效率 还能够监督和保障就改的一个质量 三就是房企的参与就改 房企做建筑肯定是专业的 如今新房市场不景气 如果房企能够参与到就改 那就能够解决到资金链紧张的一个问题 综合以上信息 新模式就改下 有两个人群能够从中受益 一个就是住户 房子翻新改造之后 居住体验肯定会提升 而且房子还升值了 虽然说不是拆迁 但是也能够受益危险 二就是参与就改的一些企业 就改规模大 能够解决很多就业问题 企业也能够维持生计 比如说电器公司 油气公司 电工等等 在楼市不景气的一个情况下 通过就改能够解决这些人的一个收入问题和就业问题 对此各位朋友 你们是怎么看的 欢迎在评论区里面留言讨论 好了本期视频我们就拍到这里 喜欢视频的朋友多多关注点赞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